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注意 牙面要重叠 不要遗漏 也是同样的方法 将牙刷这样往下倾斜45度角 将这个牙刷全部呢 都这样按压至我们的牙印深处 轻轻地按压就可以了 这样微微正颤 现在呢 上下牙的牙外侧已经清洁完了 我们来清洁上下牙的牙内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将这个牙刷稍微这样竖拎起来 然后这样倾斜45度 也是同样的方法轻轻地震颤 我们这样移动 我们这样移动 注意牙面要重叠 不要遗漏 刷下牙内侧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方法 将牙刷尽量地竖拎起来 清洁45度 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 我们在选择牙刷的时候 尽量地不要选择大头的硬毛牙刷 应该选择小头的软毛牙刷 这样才可以更好的清洁到口腔的各个牙齿深处 最后我们来刷两牙的这个咬合面 刷咬合面的时候 牙刷与牙齿呢 是平行的 然后我们这样刷动 同样也是做短距离的正颤 大约正颤十次左右呢 我们再移至下方的拧牙 注意呢 同样也是要重叠 不要遗漏 上牙吊合面也是同样的方法 最后啊 也不要忘记一个地方 就是将我们的牙胎刷一刷 牙以上方刷一刷 这些地方呢 非常容易沉积细菌和污垢 我们将它刷干净以后呢 那整个牙齿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 都全部清洁到了 好了 今天猫顶给大家非常正确的刷咬方法 如果大家呢 平时熟练了 可能养到三分钟就可以将牙齿全部都刷干净了 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将牙齿越刷越干净 越刷越白净哦 大家觉得这个妙招怎么样呢 我是猫顶 想了解更多西线有趣的小妙招 欢迎在听听下方释手底一个公众吧 对不起 这些眼睛 是很正确的 这些眼睛 我们 vet没有自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